我們其實很難判斷 在對婚姻的關係當中 到底那個丈夫忠不忠真 判斷的基準是來自於 她平常喜不喜歡喵妹妹 還是她手機當中 充滿了莫名其妙的訊息 今天我們就是要考驗這件事情 正面的票數呢 她這麼愛植物 能夠搞外遇的只有電鋸吧 跟電鋸 她反應慢到 沒有辦法考慮別的事情 張偉忠 投給你正面的人說 因為你是命理老師 不是對命 是對收入不好 形象會有差嗎 形象嚇滑是慘的 負面票說理由願意聽一下嗎 講什麼怪力亂神之類的嘛 他的髮型也是色狼的髮型 是 張偉忠還真會 三萬多名網友的投票呢 賀大哥在忠貞度被排在最後一名 正面的票數還是有的 肯定賀大哥的人說 所以太太太好了 沒有理由要再花型 這個是說到的重點 沈玉琳先生呢 票數能不能公布一下 你的票你要知道嗎 我想知道 沈玉琳正面票數有2300票 還不錯 會顯離長 負面票數有4100票 所以你還是爭議 比較多一點的人 你的正面票數 當然也不是什麼好事 這是真的嗎 沒有 不是... 我再三的在外面那個強調過啊 我平常是靠抽涼煙在壓的 抽涼煙在壓 什麼東西啊 今天是要調查說 看到我們誰... 觀眾就會想轉台 我們真的沒有勇氣 面對這件事 因為如果我看到網友的評論 如果你們真的是針對我的話 那些內容 我是會有點心情不好耶 我幾乎都要覺得 我要打電話給B2說 不慘了 李琦 名是誰 施交 施交 安全儀丹 還OK啦... 安全儀丹對不對 你今天連續兩次 兩個人 一個都是他耶 我今天都在分水嶺上面 今天 怎麼了 他已經出現什麼了 很像 很像 有些是... 好 有些是想要轉台人的意見 至少 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的劉一新 比他有一點趣味 他提到他的勁敵 好 網友們對於郭彥甫的意見 好 我只唸一個就好 這樣比較不傷人一點 那不要唸那個最傷人的 他說你來康熙 就好像是康熙的布景一樣 他的布景好看 也不會啦 能夠當布景也不錯啦 對 他好看的 康熙能夠當他的布景也不錯 因為他的那個布景 很久才換一次 只會換一次 好 許建國得到觀眾 不想轉台的原因當中包括 觀眾喜歡看小S羞辱他 娘娘的被欺負會接不上話 對 還不錯耶 好累啊 也不是這樣 對喔 美女喔 我覺得美女呢 就相比妳也算合了 對 對啊 謝謝 好 瑤瑤呢 他說願意看到她是因為 有一個觀眾說她很漂亮 這個是誇獎嗎 這是誇獎 對 還有一個人說喜歡看她 她是因為喜歡聽她破音 對 非常 謝謝 第十名也就是他們最容易 就轉走了 不想要進去看的人 我們要揭曉第十名是誰囉 準備好了嗎 各位 第十名要揭曉了喔 要揭曉了 請看 好詳細喔 差好多票耶 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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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汐 你不會說 你準備好面對這件事嗎 對 因為還是差很多啊 可是還... 票數差太多了對不對 對 票數差太多 可是趕快 你已經想看她的人的意見了 趕快... 趕快... 快一點唸 趕快... 趕快一下... 有了... 趕快唸... 趕快唸... 快... 快唸啦 也就是說不會轉台的人當中 包括呢... 快唸啦 你在那邊... 你腳好像在空白後 哪怕... 因為這個理由很可怕啊 他說看完劉怡心就覺得 自己還滿好的 然後有... 有可以諷刺的對象 這不是稱讚的嗎 這不應該唸出來吧 有說他呆呆傻傻的啊 呆呆傻傻的 等一下 有說他憨憨的 然後有畫字的字 然後有說他變漂亮了 妳有減肥嗎 那怎麼說妳減肥變漂亮 我的妝也有變 就是因為以前妝都很濃 然後現在就是很淡的妝 OK 對 有... 然後呢 你真的我都覺得好虛耶 鼓勵他 你不要那麼做作好不好 現在是你啊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上面那個 是玉琳哥 你應該就會覺得好過 對啊 就這樣想就好了啊 這一次我們花了兩天的時間 投票的結果 有十萬以上的網友參加 他們的統計出來的結果 會決定誰是2013年的 觀眾最愛看的前三名的藝人 當然擺在最後那三位 也就表示可能會變成是轉台王 或者是轉台後 投給你負面的票數的理由 就網友留言都比較嚴格一點 對 黃思佳 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有一副二奶的樣子 對 負面的票數有說 上一次投了轉台王之後 就對你改觀了 可是 不知道為什麼 這次還是要選你 對 好快喔 因為你的正面票數說 起碼你比劉怡欣漂亮 不會墊底的 對 要不死嗎 這真的難講嗎 好 負面的評價說 你有的時候 還有 誰說的 負面人要聽一點嗎 好 OK 要... 忍仗才會進步啊 好 OK...OK嗎 你臉色有大便喔 你臉色有大便 沒有撩到這一句是不是 老實講 我真的沒有 一直說有這麼難聽的話 對於裡頭 正面票數的人說 你有給人家一種 鄰家的感覺 鄰家 不要走... 老公都走久一點... 負面票數有人說 他的眼睛裡寫滿了 色色... 對 怎麼知道 真的沒有 好馬交給他 我覺得這是... 他對你眼紅耶 他不是太色了吧 他不是太色了吧 對... 黃燈輝得到的正面票數說 雖然不好笑 可是偶有佳作 這也是誇獎嗎 所以我就是在等那個佳作 所以我就是在等那個佳作 潛田正面的票數當中有一條 你聽了可能會滿高興的喔 網友說他喜歡像妳這樣子的風圓 因為跟小孩死一樣 這樣就夠了 好可怕喔 怎麼會看見 怎麼錄 表情有多難看 表情有多難看 修書 快... 只有修書可以讓我太精神 我是最注重自己形象的迷你師 對於內地的人 不了解的人 我不會跟他們在意 但是我非常在意我自己的形象 所以他們對我的評語 我認為是一派胡言 不可置信 所以你不想聽是不是 聽 誰怕誰啊 非常真的去考驗 我覺得完全可以感受到你的情緒 鄭偉忠正面意見只有 我們只找到一條喔 很誇張... 然後這一條是說 他很喜歡看他的風水節目 所以不是可以... 謝謝 因為當中有一些李守大人的被 我們用膝蓋想像就會 有一些我用屁股想也想不通 我們要請他來 是 曲藤芳有那個 我們詢問 當面詢問他們講的原因 有正面有負面的 可以看嗎 可以 當然 雖然他這張照片裸露非常的多 但是這肌肉線條感覺是 打陰影出來的 讓我對他非常的失望 我覺得曲藤芳這張照片就是 滿生病的 我覺得 但我覺得你可能要找 立正老公再去為診一下 會更好 那個胸部的線條有沒有拉 OK 可能有點失敗喔 我們要看那個 當面別人對你的評價 OK喔 史丹麗的長相 比較像東南亞那個 那我本身不是很喜歡吃特殊料理 她的女朋友GG 我方便來講一四個男性 那我們三個男生就可以 好好的玩在一起 她感覺就是有在嗑藥 然後我對我不良失望的男生 驚險 史丹麗就是 可能有點走錯路線 然後 可能我還是會祝福他 跟GG姐勇於愛合 但我覺得史丹麗可能 要去樂界所先 住個一兩個月回來 可能會比較幸福美滿一點點 加油喔 一定要去樂界喔 你有勇氣聽剛剛那些人 當面評價你們嗎 我好害怕喔 前幾名都身材好成這樣 都會有批評的 是 來 看吧 我比較喜歡他以前 在兒童台的時候 比較純真一點 那他這張照片 看起來有一點風小了 我覺得馬太 應該不會是最後一名 不會 不行啦 這樣子我們應該要馬太 剩我們三個了 你真的不會最後一名 應該是馬太的 應該是馬太的 我們看第九名 好 第九名請 嗨 有 有 有人名嗎 沒有最後一名 沒有最後一名 很難耶 到底哪一個啊 大鼠第二名 馬太應該會得到一些 正名評價吧 我們看網友的評價 明光幕上面的時候 發現他刺青實在是太多了 有些人自以為是熟 但是你吃不住吃久了 就會變豬 因為我覺得他太胖了 你看他那個刺青那麼多 然後身材要早上豬一樣 你不覺得像改那個 認證標章一樣喔 誰是八 誰是十呢 七 好帥喔 好帥喔 好 那看阿妹的 好 我的最後一名是給阿妹老師 因為我覺得以他的專業跟才行 好像不需要到這個排行榜 來跟大家自取其入 他看起來至少大樓 二十歲 都可以當我爸爸了 我的無法接受 他完全不是紅色菜啊 是聖菜 他總共很像金門的公司耶 應該整時都救不了他吧 黃豪平你有勇氣嗎 面對大家當面評價 我覺得今天沒有墊底 我看到什麼 我都不會影響我現在開心的心情 OK 好 看吧 對 那因為我們這一次 是要票選的是同志天菜嘛 那黃豪平雖然他不是天菜 但至少要符合同志這個選項 他長得有點太像 太像女之一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選他 對不起 他就是個女同志啊 幹嘛出現在男生排行榜 有事嗎 我最不喜歡的是黃豪平 因為感覺 他會非常囉嗦 就是在床上的時候 就可不可以說加筆醉這樣 感覺只會念書 然後講很多道理很廢話 看到他會提不起自己的 我的最後一名是給黃豪平 因為你也知道 好 我最後一名給的是黃豪平 我只能說 加油喔 黃豪平應該是 圈內人裡面就是 比較不淘氣的那種 C妹的類型 我看過他我大概只會想要問他 幾筆數學啊 那對他 對我來說 我完全沒有欲望 這樣還可以 可以排到第八名喔 因為好像沒有正面評價 沒有啦 我還輸了 沒有啦